害怕自己会不会对不起那些在下面想听我唱歌的 或者是在等待我去唱歌的 我都会有自己这样一身压力 但是我在慢慢地跟自己那份紧张去相处吧 我觉得去和解吧 周深2014年出道 在2022年7月25号即将迎来他出道第八年 周深最坚定的那一部分 应该就是想唱歌 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真的强大起来 让他们去说 我喜欢周深唱歌 然后他们说我也喜欢那人唱得真的很好 每个人都不知走吧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多多唱歌 2019年他说 我好怕对不起你啊 我为什么不红一点才可以帮到你啊 2022年他说 红哥 我直播间现在在线有20万人 你快宣传你的新书呀 我这有20万人快快快快 有20万是不是 我介绍一下 好多人你快宣布 你快说一下你的书 快快快快快 好的好的 周深的歌迷们 大家好 我是他大哥 2017年他说 就这样下去好了 认认真真的 我要求也不多 2022年他说 我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吧 机会不多 那就把握住每一个 2019年 他为朋友刘童的第一部电影 唱了主题曲《避难所》 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Anything is better keep it wide The realest of the sound of the sound If you've got my sid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hinking of the tender love of us You feel innocent you are me I can hide 他的第一反应是 害怕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 害怕自己还不够出名 帮不了朋友 我唱了那么多OSD 就是我想被大家听到 太多了 没完整的是 大家现在听腻了吗 听腻了 我还能继续唱歌吗 不知道 短短三年 他从小有名气 晋升爆红行列 从刚刚突破百万粉丝 已然达到770万粉丝 如果说初到八年 前五年是积累 后三年就是喷发 我希望虚光的愿望 一路修华 护送那时的梦 抵挡我风向 指尖的樱花 如实现谁的修华 疯狂的热爱 夹带着蚊羊 我希望虚光的愿望 一路升华 将那一种的人藏在我 作为一名 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人来说 用八年时间 从默默无闻 打拼到炙手可热 并在这个行业内 牢牢站稳脚跟 堪称传奇 而这种经历 根本无法复刻 首先我们没有他的天赋 即使有天赋 也没他努力 即使有天赋 又努力了 可能没有他 坚然不拔的毅力 这些都有了 可能没有他 过人的情商 最后也可能败给颜值 一切融合在一起 又恰到好处 才能成为周深 虽然他红了 变自信了 变帅了 变得更有能力了 但有一样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未曾改变 那就是对待舞台的 赤诚之心 我恨不得自己满身都是表情 我到现在还没有很自信 我觉得 对他们来说不喜欢你的人 只要你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不喜欢 他不断打磨剑影 常常挑战自己 为了一个唱跳舞台 他每天 无论结束工作时有多晚 都要钻进舞蹈室练习 就算已经很熟练了 每天还要坚持在练上几十遍 和有人唱K时 也要挑那些 让自己唱得不舒服的歌 反复研究 怎么唱得更好 时至今日 在一年发行四五十首新歌 上百个舞台的今天 一个歌手要留在舞台上唱歌 其实是一个特别困难 和特别辛苦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包括我之前 我会唱很多很多歌 很多人都会说 周深你怎么那么多歌 大家一开始叫我周一歌 是每个星期发一首歌 那后面就叫我周三歌 每个星期发三首歌 再到后面他们就说 你干脆叫周八歌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每个星期 几乎非常 有一段时间 也是因为作品排期的问题 就非常频繁地在发歌 但是为什么要录那么多歌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害怕 大家会 会记不起有个歌手叫周深 我觉得我 唱那么多歌 都是想去 让大家记得 还有个歌手叫我吧 为自己争取舞台 他内心恐慌的 仍旧是没有下一个唱歌的舞台 或者不想再回到 没有工作的日子 他太懂得画五百日红的道理 他怕 他怕这次没有认真排练 下次就不会给他机会 他怕 他怕没有好好表演 下次可能就没有这个舞台 我努力地 留在这个行业里 我就是希望别人听到我唱歌 那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有那么多舞台可以去唱了 我为什么不去唱 因为我觉得 哎 已经比较悲观的话了 花五百日红 就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自己做的决定 不让自己厚 周深 对音乐好像有着天生不同寻常的理解 他用音乐表达着自己 输出着自己 更用歌唱 分析理解 融合着这个世界 但他好像有着与众不同的音乐思考 理解 素养 敏感 天赋是老天给的 但舞台可没人追着给他 没有人会把现成的舞台硬塞给他 也没人追着把机会留给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的人 他唯有一次次奉上精良舞台 精诚合作 让更多的人记住他 从而选择他 他给人一种强烈的少年感 年龄也不大 何来如此多的感悟呢 甚至都没有谈过恋爱 为何情歌唱得如此深入人心呢 他是用音乐在感知这个世界 用音乐在理解人心 他的歌声里不是自己 而是他眼里的世界 职场人的辛苦 和娱乐圈残酷的生存现状 双重辛苦加注于小小的身体上 也许他真的是来人间杜劫的天使 纯善至真 深处红尘 心若菩提 很吵 活泼 越来越放心让观众去认识你吧 好声音那会儿感觉很青涩的 温柔 勉腆 我也很想念他 温柔 无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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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